创伤不会因为因缘而消失 让我们一起成为他的重要他人 其实我相信不只是我很多的受害者 在想要把自己的过程说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你为什么当下不说 他现在说出来是因为他其实很简单 他需要一个支持的力量 他不见得一定是要惩罚对方那个人 去年站出来指控自己遭到性骚扰的艺人大压 以过来人经验希望受害者要勇敢站出来 长期关注妇女遭受性暴力议题的 现代妇女基金会认为社会同理更重要 去年度我们这边的一些密度的事件 我们看到社会的力量 其实支持的力量对于这些被害者来说 对于他们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妇女基金会把2024性暴力预防的 倡议主题定为Stand by You 相信倾听 陪伴前行 并持续在企业推动性别友善职场观念 增加企业教育训练 希望这样一系列课程能够帮助这些企业 对所谓的性骚扰事件有所警惕 或者有所认识 因为我们在整个在宣导过程当中 我发现很多企业对这个意识是非常火弱 性别平等议题与性暴力问题 除了法律必须制定周全 更核心的问题是价值观必须导正 如果价值观有所偏误 那么即使有了法律 受害者仍然逃脱有色眼光的质疑 与再一次的暴力 人间卫视陈欣宋一珍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我们的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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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